眼下中国女排正在福建漳州集训 接下来还有一个月 巴黎奥运会就要正式开幕 中国女排希望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提升状态 争取在巴黎奥运会登上领奖台 在这期间据媒体报道 朱婷这几天暂时离开了 中国女排集训队 前往北京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 据了解 此前朱婷曾入学北京师范大学读研 如今学期已满 朱婷也在日前正式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 解说全新身份 对于很多喜欢朱婷的球迷而言 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消息 此前可能很多球迷会以为 以朱婷的能力和她的性格 将来如果能够继承郎平的一波 继续在排球这个行业发展下去 甚至将来可以转型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无疑是天大的好事 然而从这次朱婷读研的专业来看 将来她可能不会再从事排球事业 对于球迷来说 或许是个比较遗憾的事情 毕竟从此前媒体报道来看 朱婷的本科是从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毕业的 这个本科的专业背景 还和体育有些关系 但是后来在2017年年底 朱婷被北京师范大学 录取为历史系的研究生 前段时间 郎平还特意陪伴朱婷参加毕业答辩 在这样的情况下 意味着朱婷这几年学习的 都是历史方面的知识 而不是管理学 或者体育方面的专业知识 如此一来 意味着朱婷的兴趣 可能更多在其他领域 尤其是历史人文这一块 至于所谓排球管理的专业知识 朱婷似乎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否则如果朱婷将来有计划转型 做幕后教练 他应该会利用大学好好学习一下 相关的心理学和专业知识 因此根据这一点 不妨大胆猜测 朱婷接下来退役之后 很可能不会继续从事女排教练行业 对于他的恩师郎平来说 估计是个遗憾 对于球迷而言 也是个挺可惜的事情 当然不管最终 朱婷选择将来要做什么 相信所有的球迷 都会给他送上祝福 因为从朱婷进入国家队开始之后 这些年 他已经为中国女排 做出了太多的贡献 甚至带伤会国争光 尽管最终 没有在东京奥运会取得佳绩 但是朱婷已经倾其所有 因此接下来 如果真的有退役这一天 对于朱婷而言 他完全可以自由做自己的事情 如果真的喜欢其他领域 希望朱婷能够安心 做好自己的研究 将来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管最终选择做什么工作 中国女排的球迷 都会给朱婷送上祝福